我們要看到的地方呢,是我們第三體的地方 好,來,我們第三體的地方呢,一樣,我們將它需要所求的塗色的面積 我們用紅色來表示出來,就是這塊地方 好,首先呢,我們要怎麼算 首先我們要先算出這一個大扇形的面積 我算,我畫出來的這一塊 好,這一塊呢,該怎麼算 就是100乘以100乘以3.14 那我們一樣呢,要乘以四分之一 是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這個角度是 90度 對,很好,乘以90度 那這一條呢,我們一樣呢,我們老師有先算出來了 這裡呢,我們等於7850 10平方公分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換另外一個顏色,我們換藍色 我們來標示出我們這個半圓形的面積 有看到嗎?半圓形在這裡 好啦,半圓形我們要怎麼算呢? 50乘以50乘以3.14乘以二分之一 欸,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可以直接寫二分之一 因為這個代表是360度分之 平角,平角等於180度 所以我們約分之後就等於我們的二分之一 那一樣這一條算式呢,我們老師呢,有先算好 這一領呢,是等於3925 那小朋友,我們知道我們這裡的圖色面積該怎麼算了嗎? 就等於我們的大扇形面積,減掉我們的半圓面積 那我們可以呢,在這邊寫一下我們的筆記 大扇形的面積,減掉我們的半圓的面積 也就是我們的答案喔 好,那這裡呢,我們就是7 8 5 0 減掉3925 好,積出來之後呢,我們這裡的答案就等於3925 那我們別忘了喔,我們的單位是什麼呢? 公分,所以我們的單位就是平方公分 好,那這一題就結束囉 小朋友記得回家要練習 perfekt用分沒錯 確的我們閣按 один 去用嗚呼 請… 多 Drive